作为NVIDIA的首发起见 RTX3080虽然已经上市已久 但是由于供货不俗 现在价格依旧是居高不下 而此前传言的升级版RTX3080Ti 最近又被频繁爆出消息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升级款 也不是甜品机 而是移动端 那么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前几天我们一直知道 苏妈这边一口气公布了10款 面向于移动端的锐龙5000系列CPU 而其中定位于顶期间的Ryzen9 现在已有了部分性能测试 据Geekbench表示 他们最近测试了一款搭载5900HX的 华硕ROG笔记本 从结果来看 R95900HX的单核心分数为1423分 多核得分为6912分 相较于上代产品 R94900HS的单核心平均分为1092分 多核平均得分7043分 5900HX的单核心成绩大幅提升了30% 而多核评分也与之相当 从中也可以看出 这也与同样采用Zen3架构的 桌面级锐龙5间系列基本相符 如果在与目前移动端的大者产品 i7 10750H相比 R9的单核性能提升了24% 多核性能提升了25% 要而在凭借可超频的特性 5900HX将有望追平一大批 英特尔的桌面级CPU 等到那个时候 英特尔可能真的只有降价 努力提升性价比 才有可能存活下去 然而这并不算完 这款用于测试的华硕ROG笔记本 除了搭载R9 5900HX以外 还出现了NVIDIA尚未公布的 RTX3080移动端显卡 而这条显卡的具体规格 目前已经曝光 据推特用户Racha表示 RTX3080移动版将采用 和桌面端一样的 G104核心打造 也有6144个CUDA核心 搭载了16GB的GDDR6显存 整体性能可能会比 桌面端的RTX3070还好 当然有了大格先行 小低自然也会跟上 据著名的硬件配置 专用工具R1.64 发布的Beta版本更新的内容显示 除了将支持桌面端的RTX3060 RTX3050以外 同样会支持 包括RTX3070 RTX3070 Max-Q RTX3060 RTX3060 Max-Q 等多款移动端显卡 以及还会正式公布的 桌面端RTX3080T显卡 另外据PCR-AD透露 移动端的RTX3070 Max-P RTX3070 Max-Q 都是基于GA104M核心打造 显存除了拥有8GB的规格以外 之外还有16GB的规格 这比周面端的3070 甚至3080都要豪华 当然移动端显卡 受限于功耗强和频率 CODE核心和显存方面 出现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考虑到这一代MH价格的巨大提升 RTX3070移动端的整体性能 肯定会比RTX2070高出不少 至于价格方面 肯定也会出奇的高 但是要注意的是 目前泄露出的RTX3070移动端笔记本 均是搭载了AMD锐龙5000系列移动端CPU 也就是说苏马将与老黄一起联手冲击高端游戏本市场 预计最快明年1月中旬的CES2012已正式公布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引擎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翔 我们下期再见